台北市立动物园大熊猫团团近日已罹患脑瘤 两位提供救助的大陆专家已于11月1日晚抵台探视 11月2日下午台北市立动物园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了大熊猫团团的最新健康状况 团团是大陆送送给台湾的一只雄性大熊猫 2008年起在台北安家 今年8月团团开始有癫痫发作的症状 引发两岸民众关注 据9月18日和10月22日两次核磁共振检查的结果显示 团团的病灶区域明显扩大 病程进展快速 11月1日团团的健康数据显示 其株类采食量和排便量分别为6.8公斤和6.9公斤 相对于今年9月份的平均数值12.33公斤和11.32公斤仍有较大差距 那食量跟分便量其实一直是持平的 那行动呢其实有时候会感觉好一点 然后行动顺畅一点 但是我们认为整体的情况就是算是稳定持平 还没有恢复到以往最好的一个状态 据台北市立动物园大猫熊馆馆长陈于燕介绍 大熊猫团团的脑瘤病因还无法做出判断 介于团团的健康状况 暂时不会再做侵入性检查 目前采取的是舒缓治疗的方式来稳定大熊猫的病情 现在引起了这样的一个病因的起因是什么 目前我们也还没有办法做判断 那我们现在有用药 比如说我们有注射一些被固存 舒缓的药物 我们在它的整个营养成分上面 我们会增加一些蛋白的提供 然后还有一些维他命E 还有B群这样子的一个 其他的一些补充 陈于燕表示 大陆专家抵台观察后 赞成当前的舒缓治疗措施 目前详细的治疗方案 仍需进一步商讨 我们跟大陆这边 都一直有保持很密切的一些联系 我们的治疗方式 其实大家都有沟通过 那大家也都赚成这样子的一个治疗方式 然后今天我们有稍微聊一下 那我想他们也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